接着要请大家来帮忙 每到了天冷的季节 就是血库严重缺血的时候 由于医院血液需求量增加 再加上天气冷 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也降低 因此血库是大告急 而目前所有的血型库存量都只剩下4天 花莲捐血中心就特别呼吁民众 踊跃地来响应捐血 花莲捐血中心表示 目前血液严重库存不足以达缺血状况 自从进入秋冬季节来 因为天气变化的太大 我们的整个像说肠胃出血的病人 还有心脏病的开刀的状况非常非常的多 相对的民众有意愿出来捐血的也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的 就是严重缺血的一个状况 目前A型就只有3天 那种种全部的加起来 只不过才有4天的安全库存量而已 那希望恳请我们的乡亲们 能够在这两天或者是假日的时候 可以就进来捐血 那花莲捐血站呢 是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5点 然后我们在市区呢 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呢 礼拜六有新英狮子会 那礼拜天呢 有东南福伦社 在那个迷离幼儿园前办理捐血活动 那恳请我们的乡亲能够永远的前往捐血 捐血中心表示 A型只剩3天 B型6天 O型4天 AB型5天 平均只剩下4天的安全存量 捐血中心呼吁民众赶快来捐血 同时在这个星期假日 会有两场社团举办的捐血活动 也呼吁爱心捐血人 可以晚袖捐书 谢谢陆慧 欢迎视报道